如果你的腋下黑色素很深,你因此扔掉了所有的吊带,把胳膊紧紧包裹起来,那么你没有必要这样。 以下我们就来教你如何去除腋下黑色素,让你自信满满。 一尝试天然漂白蜜蜂水果和蔬菜中含有的酸、抗菌和抗感染物质可以帮助你自然的美白肌肤。 能够帮助淡化腋下黑色素的包括马铃薯、黄瓜和柠檬。 马铃薯把马铃薯切薄片,拿一片在腋下来回擦。 或者你可以把马铃薯碾碎取枝,把枝涂在腋下,让它晾10分钟,然后洗净。 黄瓜跟马铃薯一样,你可以切片或者取枝涂在腋下。 你还可以进一步在其中加一些柠檬汁和姜黄,加的量要可以做成膜。 把膜涂在腋下,等到半小时洗净。 柠檬切以后片柠檬,在腋下来回擦。 柠檬可以去除死皮细胞,帮助淡化肤色。 之后可以洗净,有需要的话,使用润敷乳。 使用几次后,柠檬可能让你皮肤变干。 加少量的姜黄,原味酸奶或者蜂蜜做成膜,然后涂在腋下等10分钟,然后洗净。 2.去死皮黑色素聚集可能是由于死皮细胞聚集在腋下,所以说去死皮可以帮助减少皮肤表面的黑色素。 糖 把一杯红糖和三勺出榨橄榄油混合。 在洗澡时后把混合雾涂在打湿的皮肤上等待一两分钟,然后洗净。 尽量每星期洗澡时使用两次。 小苏打 用很厚一层小苏打加水做成膜搓皮肤。 搓完之后,洗净并且晾干皮肤周围,在腋下涂上小苏打粉,让肤色慢慢变浅。 橙子 把橙皮剥下,翻外晒太阳。 把晒干的橙皮磨成粉末,加入玫瑰漏和牛奶做成糊状。 把糊涂在腋下等待10到15分钟,让它去除死皮细胞后然后用冷水洗净。 浮石 用浮石轻轻地把腋下的死皮细胞磨掉。 你可以在药店或者美容店买到这种很清直的磨料或山岩。 先把石头彻底打湿,然后轻轻地摩擦腋下部分。 三尝试一体处理方法你可以在厨房或者橱柜里找到不仅可以减淡黑色素还会让你的皮肤更柔软的天然药物。 牛奶 牛奶中含有维他命和脂肪酸可以帮助你皮肤颜色变淡。 把两勺牛奶,一勺凝乳,一勺面粉混合。 涂在皮肤上,等待15分钟并且用冷水洗掉。 皮肤会变得柔软,没有死皮细胞,皮肤颜色也会变浅。 醋为了获得浅色皮肤并且没有细菌没有汗液的腋下,你可以把醋和米粉混合在一起做成膜。 洗个热水澡后把膜涂在腋下,晾干10到15分钟,然后用温水洗净。 椰子油 椰子油 所以为了得到最佳效果,你应该坚持每天或者至少隔天使用。 洗澡之前,涂上椰子油按摩10到15分钟。 用温和的香皂和温水洗净。 椰子油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吃天然的趣味剂。 4.制作美白包 如果你不愿意常常花时间在这个上门,那么你可以尝试用鹰嘴豆面粉制作一个天然美白包。 把面粉和酸奶,柠檬还有一点将黄混合做成厚厚的糊状。 涂在腋下等待至少30分钟,然后用温水洗掉。 每天使用美白膜坚持两个星期,然后每星期使用三次来加速美白效果。 5.不剃毛 而使用蜜蜡液下发黑可能是因为剃毛不出根,皮肤下聚集大量毛发。 因为蜜蜡除发是从根本去除,所以说你的皮肤可能会看起来更浅,也更柔软。 6.使用天然去味剂香体漏里含有很多化学物质,尤其是抗旱的成分对皮肤作用很大,会造成液下黑色素。 什么是天然的香体漏呢? 产品不含有以下成分,没有本甲酸酯,聚乙二醇,包括干扰和尔蒙的香味和抗菌药物,石化或铝化合物的合成成分。 天然的香体漏可能要比化学的贵一些,一般从42元到150元不等。 小提示,为了取得最好效果,去专业地方进行蜜蜡脱毛。 如果你经常出汗,就要更勤快地去死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